嗨,大家好,我是甜一 可能没有那么凸,但是面积比较大 希望减弱存在感 空降这边 第二,颧骨凸 分为前颧骨,45度颧骨,侧颧骨 三方位的凸出 比如我呢,就是属于45度的凸出 凸凸个左右还不一样 除骨骼凸出之外呢 还有肌肉软组织的凸出 甚至下垂 空降这边 第三,颧骨凸还伴随着面中凹陷 这边这边 第四,颧骨凸还伴随着太阳穴凹陷 面颊两腮这里的凹陷 空降这边 会聊到关于发型这的地方 最后这两个呢 建议还是先看一下一二 所以都要看 废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开始吧 一,颧骨大 颧骨没有那么凸出 但是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情况 看起来脸会比较宽一些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两步 一,暗色比亮色显瘦嘛 所以把亮度调暗 需要一块饱和度比较低 相对偏冷色一点的腮红 大面积的上在颧骨面中 看起来就会有一种自然后缩的效果 第二步 接下来挪一下明暗的交接线 很宽的话 首先这个明暗交接线 可能在很旁边的位置 现在呢是要把它往中间挪一挪 下面画一挂 下面画一挂 这样整块骨头看起来就缩小了 嗯 当然因为我不是属于侧面 特别宽的那种 所以我现在画完以后 变得更,更窄了 比较宽的话呢 可以尝试一下 总结一下的话呢 就像是有一个球 你先给它搞暗了 缩了一圈 再把明暗的交接线往前提 又缩了一圈 有宝贝可能会疑惑 加深这一部分 我们不是会显得更凸更明显了吗 那我们来看一个二维纸片脸 和一个同样大小的三维立体脸 哪个看起来大 有的只有平平不是一件好事 但确实是有度 所以才说这个画法是针对那种 犬骨不是很突出 但是面积比较大的情况呢 第二,犬骨突 首先来看一下头骨模型 前犬骨 45度犬骨 侧犬骨 虽然有这三个位不同的突出 但是说实话 一般情况下 侧犬骨突的话呢 连带45度犬骨肯定也是突的 所以呢 根据分成两类来说 侧凸和45度突的一类 犬骨前凸呢 分成一类 我们先说 侧凸和45度突 在这种光线下 能够更清晰的看到 犬骨突出的范围 那我这个犬骨这两块 形成了这样子的阴影 是不是有一种 这个侧面的脸 都整个往前翻了的感觉 如果不去延长眼眶逆骨的阴影 这个地方的白 就会看起来像是在挤压 眼睛的占地面积 眼睛就会看起来又局促又拥挤 还脸大 所以解决的第一步 眼尾拉长 化妆的时候尽量让眼眶向外扩 填补这个地方多余的空白 第二步 用修容将脸骨的位置 往前并往下移 刚刚当然也要跟着挪位置 颧骨侧凸呢 还有45度突 除了显得眼宽往前翻以外 最主要的就是会挤压眼睛 所以一定一定要往下挪 多画一点点阴影 加个过残也好 都不会让颧骨看起来 挖挤到上面去 我自己的颧骨 不是属于侧凸的那种 化妆的范例呢 就是这样对比 你可以感受到这边明显 要比这边的颧骨要往里收 能收多少是多少 对吧 化妆的方法还是 其实还是有效果的 颧骨前移 颧骨往前移的情况下呢 看起来就是会有那种 苹果肌过于饱满的感觉 周围的五官其实都会受到过激 然后还略显有腻 接下来说改善的方法 第一步 冷色调保和度低 亮度低的腮红上在面中 周围受到挤压的部分 比如说眼睛 一就是向下化 加大卧残的位置 第二步 高光和修容压低颧骨的最高点 挪到旁边去 那面中原本会出现高光的地方呢 一定得是哑光的 避免这种油腻感 最亮的地方在这里 然后这是别进去的 这边没有画的呢 看起来中间这一块就是骨的 跟侧颧骨大 45度颧骨大 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你是270度全移的话呢 可以试一试 把第一步颧骨大 第二步颧骨移 所有的步骤结合起来 你就会得到一个 270度缩小的效果 颧骨前移的情况 更严重的话 就是软组织肌肉过于肥大 骨骼支撑不住了 下垂了 这个太难 需要先医眉 把它拉回正常的位置 第三 颧骨移 伴随着面中腰线 在座的宝贝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的话 请扣一 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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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就像是某种必然现象 口就这么大 这么急呢 就有比较圆润的后脑勺 立体的五官 这么急呢 就是扁后脑勺加大平宽脸 这中间也凹了 颧骨也秃了 拿我举例 颧骨秃加秃嘴 我们开始调整 前面咱们不是已经说完了 颧骨各种角度突出的解决办法了吗 在这个基础之上 减弱颧骨和面中在脸上的存在感 你俩不是有落差吗 那我把其他五官的结构 高低差拉大 根本就没人注意到你俩 行不行 好 上有眼窝眉骨 下有面颊口侣杂鸡 旁边是鼻子鼻肌底 最高也就是最亮的 鼻子这一条 还有上面这一块 接下来最低也就是最暗的 应该是眼窝 还有鼻侧鼻底 把这些部分重新用提亮粉 修容粉 加大整个脸的这个立体度 颧骨和面中的落差就被减弱了 第二步 专门解决一下面中凹陷的问题 面中凹陷的话 类沟凹 体亮 笔记底凹 体亮 凸嘴 嗯 这个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凸嘴视频 你叫偏亮肤色 或者是白粉类的粉饼 用这种刷子直线的铺在鼻翼旁边 鼻季里不但不凹了 感觉鼻翼都缩小了呢 基本上画到这个程度 你还注意得到 颧骨和面中凹陷这两个大发了吗 意思 颧骨突伴随着太阳穴凹 两次凹陷 这个部分用化妆的方法去解决 那就是在凹陷的部分进行提亮 你们可能会有个疑惑 如果脸本来就很大的话 一亮丸不是会显得更大 那不动刀的话呢 就要说到发型遮盖了 不管你是中分齐刘海 公主切 还是空气八字刘海 只要能遮上突出的颧骨线条 就到位了 有的宝贝可能哭了 明明遮住了颧骨 脸去看起来更大更闷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举个例子 有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分发型 剥开脸特别大的那个小视频 你们有没有发现它们的共同点 无关集中而且精致 不精致也小巧吧 所以盖上头发 让你感觉它脸就是小 你换成我这种大鼻子试试 我也想遮全骨遮脸 你看着我这个鼻子想象一下 是不是感觉到这全是脸 还右长右方 再举个例子 TWICE的Momo 遮着并不如露出来些脸色 这其实是因为脸向后转的这个面 它是一个视觉延伸 一旦盖上了头发 向后转的这个面就被迫拉成了平的 如果头发正好还盖到 颧骨凸出来的地方 看起来就是颧骨无限大 如果你是45度凸 或者是轻微侧凸的话 脸还是露出来显得比较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记得弹幕留言 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有其他的问题 逻辑化妆类的全部都可以发上来 我这边也会专门 针对性的总结出视频 可让我们一旁 要赞给咱们的男友 你好 我今天把它也遮上了 就算是从头顶拍下来 看起来颧骨也没那么涂 面中也没那么凹呢